大家好,我是Stan 11月27号将要出道的YG娱乐新人女团Baby Monster 不是以7人,而是以6人组合出道了 11月5号,根据媒体独家报道 阿香最近因个人原因离开了团队 因此原本计划以7人组合出道的Baby Monster 将以除了阿香外的6人组合正式出道 因为阿香曾被粉丝们称为 像BLACKPINK的前妮而闻名 之前YG在介绍阿香的时候 评价他为确信的C位 不仅舞蹈出色,还拥有无可挑剔的歌唱 和爆炸性的饶舌能力的完美练习声 而当时YG杨颜色也表示 阿香是拥有太多武器的战士 每次看到他都会想 怎么能拥有这么多能力 在阿香因个人原因无法与Baby Monster出道的情况下 Baby Monster最终会有两位韩国籍 两位泰国籍,三位日本籍的成员出道 因为之前也说过了 阿香是当时在韩网最有人气的成员 所以这个消息让很多网友们都觉得非常遗憾 但是更让网友们惊讶的是 对于媒体的独家报导 YG的回应是 之后会告知的 每天都说之后再告知 啊,是我最期待的成员呢? 再怎么这样 只有两位韩国成员也太过分了 阿香是最核心的成员吧 所有情况看起来都太明显了 如果YG和Blackpink续约失败 那么他们不是应该将所有赌注都放在Baby Monster上吗? 真让人关注接下来会怎样 YG建议IDOL20的方式 和现在的饭圈太不符合了 Blackpink也是,阿香也是 YG处理事情怎么老是这样呢? 对于阿香的退团报道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之前航空时事追踪节目 可可小学习打报道5050事件的时候 因为整个内容都让网友们感觉到 好像是在护航5050抹黑全代表与所属公司 而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在8月19号播放的可可小学习打中 一位公司内部关系人接受采访后表示 全代表一看到QP的这首歌突然红起来 就表现得好像是只想要赚一笔钱 他在孩子们出道前从来没有参加过月幕评价 现在却突然自称是5050的父亲 可可小学习打表示 全代表实际上对组合成立一点贡献都没有 11月5号 D社问了Kina当时的情况 那位出现在节目中的内部相关人士是谁? Kina回答 这是我们向制作组提出的问题 54位成员一开始也不认识 这位出现在节目中的公司内部举报人到底是谁 当成员们问了可可小学习的制作组 这位是谁的时候 制作组拿出了一张女生的照片 对 这位男生是替身演员 实际接受采访的是一名女生 尽管如此 在所属公司最久的Kina还是不认识这位女生 之后发现 这位不是所属公司的员工 而是安森野公司的已离职员工 Kina表示 我反而想知道那位女士是否参加过我们的月幕评价 整理一下就是 可可小学习打制作组采访的不是内部关系人 而是没有参加过月幕评价的安森野关系人 Kina接着对D社表示 七八月的时候有试图说服成员们和他们的父母亲 我们应该要去听一下所属公司的意见 但是最终失败了 D社也公开了9月4号 Kina在与成员们父母们的群聊中发布的讯息 到目前为止 我们一直按照大人们的意见形式 而且最重要的是 我们从来没有听过对方的想法 大人们说 如果我们亲自参加谈判的话 会对诉讼不利 但根据目前的情况 我们已经太晚了 甚至我们应该至少尝试调节日期与对方对话 现在 韩国爱豆们都在经历相同的艰难和困境 我们确实想要成为消除这些常规的领导者 但也必须承认 我们在过于明显的常规中 添加了不必要的部分 进行了无意义的挑战 我不会强迫其他成员接受我的想法 毕竟成员们之间也没有很好的团结 我们从未面对面认真谈过 也没有进行深层的对话 所以现在我完全尊重成员们的看法 但这次我想按照自己的想法参加谈判 并想要表达 对于我们的意见直接被无视 只向父母传达计划的安森尼代表案律师 我仍然持有怀疑的态度 我认为没有我们不需要参加的会议 我们想要完全了解所有计划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原来真的是父母们掌握了主导圈 那么不是还有一位想要回来的成员吗 应该也是父母提出了条件吧 哎 原来成员们之间没有进行深入的交流 只是被父母推动着进行 Kina真的太聪明了 感觉她一定很烦恼了 很好奇现在其他成员们的想法 不是在护航 只是作为人类的好奇心 看来孩子们被洗脑 而父母们不想承认 是他们亲手毁了孩子们的人生 所以到现在还在坚持己见 最后想问一下大家 如果大家是全代表 现在有成员想要回来 真心道歉的话 会接受吗